根據醫療簡報 賴清德手放嘴上 認真思考 不忘提問 強調台灣不只有半導體 智慧醫療 也是國力 但台灣高科技通通都需要穩定電力 賴清德八號主持第一場總統府 氣候變遷委員會表態非核家園 不是民進黨的意識形態 永續發展才是國家目標 一句話被認為是放開綠營非核 的身主牌 賴清德昨天的談話更證明了臺灣 確定的問題是有多麼的嚴重 也證明了民進黨過去的能源 政策是徹底的破產 這是概念喔 其實對民進黨來說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因為 這個我們對於 臺灣這塊土地的安全 不是一種好像被敘述成 不理性的意識形態 第一場氣候會議一談就是四小時 儘管沒有真正走入核電深水區 但核能確實不再是禁忌 就是因為用電壓力確實存在 我們的整個供電的壓力 最大其實還是在2024到2027 如果有機組故障的話 大概它維持在兩百萬千瓦左右 是有一點點景色的狀況 不排除任何有助於 淨零的能源方案 包括未來新的先進的核能技術 臺灣能源何去何從 新總統的答案卷 在野緊追永和廢核是非題 但賴清德還在完成 他的綠電深論題 靜雄文論影 彭琪周 蔡鳳郎報導 大嘴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